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证实 川普已经签署了该项行政命令 参众两院本周四通过了一项 两党议员支持的边境安全法案 向联邦政府拨垮 从而避免政府再次关闭 民主党此前已对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提出了强烈抗议 指责川普总统滥用总统权力 就此事件 我们连线专访自由至上主义学者 夏宜良教授 下面尤其夏教授 夏教授您如何评价川普总统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一事件 我们知道因为修墙费用的问题 川普跟国会发生这种争执 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他曾经专门邀请 南西普洛西到白宫跟副总统彭斯一到商议 希望他能够赞同支持 但那个时候南西普洛西一口拒绝 那么后来呢 这个政府发生部分停运 部分关闭的这个情况以后呢 他们也一再做了一些沟通 但是还是没办法沟通 那么到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国会通过了预算案 里边呢 有对修墙的费用的一部分支持 但是这个数额呢 要少得多 就是川普原来提出的是 57亿美元 那么这个预算案 预算案里边呢 只能批准这个13亿美元 所以差距比较大 差不多是四分之一 那么如果要是讲 川普呢 就是说继续的 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建墙 一个是费用可能不够 再一个呢 他感觉到就是说 自己在政治上的这些主张 受到了一些这个阻碍 不能够完全实施 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念 所以呢 他动用了总统的这样一个行政特权 下这样一个命令 就是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种情况呢 在过去的总统 就历届总统里边 也是有过多次 就是理由都不一样 在川普昨天 这个白宫玫瑰园的这个 跟对记者的讲话里边 他提到 过去总统动用这项权力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 比现在状况更为严重的危机 而认为现在呢 出这样的一个紧急状态 至少比以前的一些总统 宣布紧急状态 更加有理由 更加充分 还有呢 就是说 以前总统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国会强力的阻碍 而这一次呢 这个他动用这样的一个权力 就是朝野内外 包括新闻媒体 都对他进行了 特别严格的审查 和这样的一个批评阻止 所以他感到有些委屈 那么现在来看 这个边界到底有没有安全的问题呢 到底美国是不是出现了危机呢 那么川普强调了两点 一点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毒品 从边界进入美国 大家知道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界 过去历年来都是这个毒品 毒贩们这个非常猖獗的地方 不但走私毒品 还走私武器 所以呢我们看到 美国动不动说禁枪 因为这个枪杀案 滥杀无辜的事情 年年都有很多 但是有很多枪支呢 并不是在正规的渠道 比如说在枪支的市场 或者展览会上购买的 也就是说你一个合法的公民 你买枪支 只能通过这样一个 正规的市场渠道 而那些犯罪分子 他们获得枪支的渠道 经常是通过地下通道 那么其中就有非常重要的 来自边界以外的这种 贩毒啊 贩枪啊 这样的一些罪行发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对边界进行严格的管理 也是减少美国国内犯罪率的 一个重要手段 更何况 这个所谓难民里边 混入了大量的 具有前科的犯罪分子 还有犯罪集团 所以呢 他强调美国国家 美国国土的安全 和边界的安全 我觉得从总统的这个角度去考虑 这种措施是必要的 有些人说建墙不管用啊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的移民制度 那么在美国移民制度方面 川普也是力度比较大 他上任以来一直在推行 怎么样能够把非法移民 降低到最低程度 这跟过去历年来历届的这个总统呢 所做的都有一些差别 当然奥巴马在任的时候 也做了一些这个打击非法移民的事情 但是呢 不像川普这样的全方位进行 所以呢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确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而且川普能够 之所以能够当选美国总统 也是因为美国多年来所推行的 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 那种有一些过于三情的 过于这个三情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实际上是危害了美国的长久利益 比如说对这个难民问题 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 而只是好像滥用同情心 滥用这个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规则 那美国真的有能力 接纳世界上所有的难民吗 不要说别的 就是说非洲每一年有多少难民 从非洲假如说 你要是接收非洲的全部难民 那会有多少人 你要接收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 会有多少人 你接收南美洲的会有多少人 另外呢 你如果打算接收中国的 来自中国的 他说是政治难民的话 那么中国从几千万 到一两亿都没有问题 就是美国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 去接纳所有的这些难民 如果要是假如没有这个能力 那为什么那些民主党的那些高调 唱这些人道主义 动不动就说 应该是不设门槛的去迎接 有这个移民需求的这些难民 那真的是这样 美墨边界等于形同虚色的话 那么不会说全世界的 所有的难民都会涌向美国吗 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承受能力吗 而且大家知道 最近这几十年来 美国的国民福利实际上 远远已经不是在世界上领先的地位 就是说无论是美国的福利政策 还是美国的实际的福利水平 都下降到很低的程度 那么美国这些年来经济上 尤其是在制造业的衰败 已经造成了美国过去 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领先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痛下决心 来解决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话 那会对美国长久的发展 带来深重的灾难 夏介绍 尽管川普总统宣布了国家景气状态 但是他的目的 其实说的也非常明确 那就是为了建墙 美墨边境的墙 需要资金 那么正于我们常理所理解的 这种紧急状态 比如说发生战争 或者重大自然灾害等等 好像有很大的距离 那么你认为川普的行为 是否是对三权分立 这个宪政制度的一种破坏呢 我认为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说目前美国所处的 这样的一个紧急危机状态 它造成了就是说边界形同虚设 这就是一个危机 就是一个 它跟战争和灾难差不多 假如说一个国家 所谓领土安全 所谓这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那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话 那还叫什么国家呢 那你就说世界大同就好了 没有国界 随便谁都可以进入 所以当你的边界一再被人任意侵犯 有人随意进来的时候 包括进来的人里边还有犯罪行为 他可以用枪支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滥杀和危害 美国国民的这个生命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 包括强奸抢劫等等 那这不是危机吗 这当然是危机 所以说这个危机呢 要比自然灾害的危机 就是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人祸 天灾一时呢要进行抢救 但是呢 这个危机啊 天灾的危机一般来讲是相对短暂的 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边界的危机 它是一个长远的 而且是深重的这样一个灾难 所以必须立即阻止 虽然这个过去呢 已经很多年有这样的一种泛滥 但是呢 没有加以有效的阻止 这个就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动用总统特权 那总统为什么要有特权呢 宪法授予总统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是 是总统觉得在必要的时候 他个人的财量 那为什么美国总统 他的权利相对来说非常的集中 但是同时他也受到国会的制衡 受到这个最高法院的制衡 还有新闻媒体的这种监督和批评 但是必要的时候 总统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利 可以动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大家觉得总统滥用权利 那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 美国三权分立的这种 制衡的这种机会和权利 比如通过法院上诉 这个起诉美国总统 然后呢 总统也可以上诉 在巡回法院上诉法院 最后到最高法院进行裁决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待于 因为川普也自己内心很清楚 他这样做 当然不是为了他个人和家族 而他这样做的话 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如果在法院裁决 对他个人不利的话 他个人有可能将来 也受到很大的损害 所以说他既然有勇气 来进行这样的担当 那么我们觉得是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举措 而且这个最高法院 现在好像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准备在大选的时候 就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要做出一个 增加一个普选的 就是一般来讲呢 就是大家在选举的时候 可以增加一个问题 增加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让美国的选民来决定 总统呢 是不是这个滥用权力了 是不是应该做出这样 一项修强的决定 这个到时候呢 增加这个选项之后 公民可以用自己的投票权 来做出裁决 我相信这个呢 是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 获得民意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这样的做呢 是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 像你说关于非法移民呢 这个事啊 就是两面看啊 第一方面呢 的确是个大难题 因为好像各界 美国总统都受到 这个问题的困扰 第二个来看呢 实际上也有很多人 追求一种 他们的美国梦 希望摆脱自己 国家的专制统治 来到美国 实现他们的理想 但是美国毕竟 不是联合国 他也是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矛盾 始终处理起来 就非常艰难 您认为 是否有比建墙 和更好的一种 我们说更智慧 或者说的一种方法 来解决这个矛盾吗 我觉得建墙 在目前来说 是最有效的方法 为什么讲 是最有效的方法呢 因为我们知道 你要申请移民到美国来 有很多合法的通道 你比如说 你说你是受到政治迫害 你可以申请政治避难 但是要拿出证据来 而且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走一定的程序 而边界如果不设防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那就不需要 美国国家 这个相关的机构 进行核查 那就是说 真正的人类的 共同的敌人 一些这个穷凶恶极的 杀人犯 强奸犯 抢劫犯 就是那些干那些 伤天害理的人 都可以大摇大摆的 进入美国 这个当然 这种做法 显然不光是对美国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都是不能被容忍 那为什么要有国界呢 为什么要有边界的这个 边防部队 或者边防的警察呢 如果要是真的 大家觉得不必要的话 那以后大家 所有的国家都撤出边界 不是美国这一个国家 你能不能就是 谴责美国这样 不人道的这些国家 自己能不能做到 你比如中国 中国能不能把边防部队 全部取消 想进入中国的人 随便进 那么朝鲜那边 有大量的想逃到 中国的这些难民 你如果要是讲 中国要是真的有 这种同情形 人道主义的话 就应该撤除 包括蒙古 蒙古边界也可以撤开 还有其他的 俄罗斯那边的边界 全部撤开 俄罗斯有些人 可能也愿意跑到中国来 那么就 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 你用不同的标准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是说美国不允许移民 就是说美国就是 美国是世界上 移民最宽松的国家了 那么就是说 他允许你通过 震荡的途径去申请 而且对很多 这个战争产生的那种难民 也是尽了最大的可能去研究 包括当年 大家还记得越南 这个当时越南排华 这个出现了大量的 华裔的越南难民 那在香港 在欧洲和美国 加拿大 都收容了大量的越南难民 那么后来呢 每次中东战争啊 或者其他地方的局部 出现重大的灾难和战争的时候 美国也都是敞开大门 尽量的去吸收这些难民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要有一个最必要的 最基本的条件和底线 要筛选 要审核 不能让那些这个乌合之众 不能让那些犯罪分子趁机而入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有的人讲啊 美国的移民政策不能不人道 不能不救援 那你找出世界上 还有比美国更人道 这个在各个历史时期 给予最大宽容和救助的国家吗 你举几个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做法 影响了世界 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每次都是 这个当世界出现重大灾难 需要接受大量难民的时候 他们都是走在前面的 欧洲现在也做 过去欧洲做的远远没有美国好 但是现在欧洲 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 但是呢 大家看到了欧洲难民 所带来的各种灾难和社会危机 这些社会危机呢 就是由于欧洲有一些这个白左 这个白左是大家都约定书成的 现在一个说法 就是白色肤色的 这个过去被称为是上等人 就最早移民的这些人 比如在美国是这个白左人 那么在欧洲呢 欧洲人本身就是白左人 那么他们呢 一个左派的一些理论啊 这些言论 超越了一个起码的尺度 就是说他们经常会滥用同情心 滥用人道主义的这种原则 去帮助一些不应该帮助的人 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 在欧洲的大量的非法难民进入之后 他们不断的进行犯罪的行为 有些人好吃懒做 不去工作 长期的依赖政府的福利 还有一个案例 大家还记得吧 就前几年有一位17岁的少年 他这个是难民被这个德国收留 然后呢 他所有的上学的费用 生活的费用 都来自这个德国给他的帮助 福利 但最后他开枪杀这个 很多的这个居民的时候 他还恨德国 他这个恨仇恨不知道从何而来 那如果要讲德国一开始就没有收留的话 没有收留他 没有救援他的话 或许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所以呢 这种仇恨 当他被收留了以后 他还觉得不满足 他要跟那些其他的人 富人去比较 他觉得他应该跟富人一样 过上好的那种奢华的生活 但是呢 他又没有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 他又没有这个真正的去朝这个 朝那个更高的目标方向去努力 通过个人的目标 努力来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这些做法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其实所谓白左所崇尚的一些东西 跟当年马克思主义所鼓噪的那些东西 是差不多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人类社会啊 真的是上帝可能是睡着了 我这个讲的话原谅我的不尽啊 上帝睡着的时间太久了 上帝总的是不去管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个二十世纪 已经人类社会遭受了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妖魔的毒害 灾难性的影响 到今天都没有消除 那么二十一世纪 现在又让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一些左倾思潮 死灰复燃 现在又危害欧洲 危害美国 危害加拿大 如果这样的话 人类这个本来赖以生存的 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自由价值 宪政民主法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会受到侵害 那么人类还有多大的希望吗 那么二十世纪 人类遭受了多么惨重的 这个灾难和损失 二十一世纪 现在这个灾难和损失 并没有完全消除 难道还需要增加 这样的灾难和损失吗 像说您刚才在谈到 美国移民政策的时候 您曾经说过 世界上是否还有一个国家 比美国更能道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往事 也就是八九六四以后 我记得是布什总统 曾经给 凡是愿意留在美国的学生 中国学生都发了绿卡 叫六四绿卡 我不知道有多少 有的时候有十万 有的时候可能少一点 但是我感觉到很奇怪的是 这些人大多数都远离了 为中国民主自由所呼求的这个 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称为 所谓海外民运 或者说有政治倾向 他们跟中共 在第二次改革开放里面 也就是打得火热吧 就是做生意 然后往返于中国 所以我就在想 我说这些人 是否也应该清醒过来 是为什么得到的绿卡 为什么你们 你们现在对中国这种民主事业 漠不关心 我们不说十万 哪怕就一万人 也会改变中国海外目前的状态 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当时呢 布什下令的时候说 这个凡是 1990年4月 4月15日还是4月12日 我记不太清楚了 4月11日大概是 在那之前进入到美国境内的人 都有资格拘留 就是那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留学生 还包括学者 或者是其他人士 只要你愿意留在美国的 在那日期之前进入的话 拘留的话都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符合条件的 当时我是1989年5月份 公派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呢 如果不是因为家里边 孩子才一岁左右 我太太 我跟我太太通了电话 她当时说一再要求我回去 否则的话 她一个人难以承担 带孩子啊 各方面的养育的重任 而且那个时候 中美关系相当的紧张 国会有议员提出 要跟中国断交 因为六四肚杀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就可能会隔绝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为家庭尽力 不能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所以我回去了 我等于放弃了这个绿卡 那么这个绿卡呢 刚才我说的范围 它不仅仅是学生 就是也不问你的政治态度 不管你是拥共的 还是反共的 那么都是可以获得的 它按照进入的日期来算的话 所以我想那时候 六四绿卡里边 有人后来把六四绿卡 称为六四学卡 它包含了大量的 中共高层官员的家属和子女 所以呢 这反倒帮了那些人的忙 包括江泽民 他的儿子 邓小平的儿子 很多的人 这个高干子弟 他们的孩子 都是那个时候拿到了绿卡 所以呢 这个事情的 你要说这个 你要感恩 因为是因为参与民主 你才得到了绿卡 其实这个跟事实不太相似 那时候它不是你的政治态度 所以呢 有一些人 我们就拿 就是说你当时是同情 或者支持 八九六四民主运动 这样的人里边呢 也有相当多的人 就是没有 后来没有再坚持这样的一个理念 或者没有一个最起码的感恩 报恩的这样一个行动 比如说刚才讲的十万 实际上十万不止 这个数字可以很确定的说 超过十万人 那么我们剔除那些高官子弟 哪怕就说一半 一半都不是同情民主的人 我们说只有一半的人同情的话 那至少还有五万多人 那么五万多人里边 我有的时候感到生气和抱怨 就是我们在华盛顿 大华府地区 每一年搞六四纪念活动的时候 现场有的时候来的人都不到一百人 如果能超过一百人 我们都觉得非常兴奋了 非常难得了 一般就是四五十人是很常见的 那我就想 就是如果大华府地区 有学卡的人 就是六四绿卡的人 我相信恐怕数字不会少 那么假如说 你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得到了这么多好处 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 在美国工作学习 拿到了那么多的好处 我就说每一年 你只要来一次 你只要在那站上一个小时 那就是对你六四这个绿卡的 这样的一个报恩 一个回报 连这样一个起码的义务和责任都没有 非常的无耻 我希望我今天这个言论 被所有人都能听到 尤其是拿到六四绿卡的人 你们听到这个话 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一个正常的 有健全人格的人 你不感到羞愧吗 你拿了这个卡这么多年来 每到六四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你所在的城市 你方便的话 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 你去站一个小时 你能损失多少呢 你还是个人吗 你白披了一张人皮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那大家可以理解 可以谅解你 但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困难 今年是这个六四发生三十周年 就是屠杀三十周年 这样一个特别的纪念的日子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凡是所有拿到这个六四学卡的人 不管你的政治态度如何 至少你是沾了光 占了便宜 那么这样的人 哪怕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和子女 你要还是个人 你还披着一张人皮 我希望你今年六月四号 你到那个不管哪个地方 纪念活动 你去参加 一个小时以上 那你还算个人 我今天就是说这样一句话 我不知道能不能 对他们有所影响 也许他早就不是人了 他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 但是我希望还有点这个人性的人 今年六月四号或者六四前后 你去参加一次这样的纪念活动 如果你过去几十年 你都没有怎么参加的话 你今年参加一次 你要对得起人 对得起人格 对得起人性 下期说有几个思思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我们谈谈中美贸易战 我们也知道习近平接待了 美方的代表团的成员 川普似乎口气也比较放松 他说了九十天 如果达不成协议 还有可能延期 对这一个事件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过去 已经给了九十天的宽限期 如果到九十天 还没有兑现一些相关的承诺 或者没有积极的向前推进 进行美国方面所提 特别希望达到的 这种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那就说明中方没有诚意 无论你再给个六十天的宽限期 还是给半年 还是给一年 都毫无用处 大家还记得 2001年中国就加入了WTO 那个时候所做出的承诺 当时也给了五年的宽限期 现在18年都过去了 如果还没有实现 没有兑现 那是完全没有诚意的 所以中共的承诺 大家想一想 1949年以前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的时候 就提出要学习美国 要把罗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自由 贯彻在中国未来的 这个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所谓新中国新在哪里 当然就是要在民主方面 走出大的一步 要效仿美国 这是1942年43年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他们都说过的东西 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兑现 所以中共的承诺 没有什么价值的意义 延期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那么从川普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他现在非常渴望 能够得到一点好消息 他知道中国不是容易对付的 朝鲜也不是容易对付的 但是为什么他跟中国接触 和朝鲜接触的时候 他总要夸大其词 总要把自己的成果 说得那么令人乐观 实际上他就是恰恰 内心有一种悲观的态度 他知道跟这两个国家 打交道 基本上得不到什么 他想要的东西 但越是这样 他越急迫地 希望能够有一些好消息 来向国内的一些反对者交代 向支持他的选民交代 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 其实内心越来越想 尽快地得到 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希望 还要再次地落空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在谈到结构性改革的时候 美国方面其实提出了八点内容 我在几次视频和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谈到过 那八点内容里面还包括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互联网进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应该不受翻墙的阻碍 不受防火墙的阻碍 应该能够自由地连上国际互联网 而不是只上国内的这个局域网 还有呢就是对劳工权益的切实保障 应该允许中国老百姓 中国的劳工者成立独立的工会 因为中国现有的工会是 应该说是一个寻同虚设的摆设 基本上是和中共统治联系在一起的 它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它所做的功能实际上就是跟资方合在一起 来欺负牢房 这个是非常滑稽的 应该工会是站在牢房 而不是站在资方 但是在中国你往往看到企业开会的时候 党政工团的领导 那就是在企业的资方那一边做 而劳工这边却没有专业人员 没有真正有利的人来为他们代理 为他们的权益说话 我曾经在差不多20年前就呼吁过 我说中国需要有一批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 来作为劳工权益的代言人 比如说维权的律师 比如说法学专家 经济学家 劳工问题谈判专家 心理学家等等 他们为工会服务 那么工会在西方是有强大的溢价力量 而且工会也是有不但有一谈判力量 而且工会它有专业能力 也有一定的经费 因为它缴纳会费 所以工会也是有钱的 所以工会能够聘得起一些人 来为劳工的权益发声 那么在中国 其实劳工是非常没有得到保护的弱者 不要说工人没有受到有效的保障 还有农民 几亿农民也没有农会 我记得杜润生先生 在2003年到05年之间都经常说一些话 尤其是我记得是2005年有一次 2005年3月份西三会议 那是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 大概只有30多人 有政府高官也有学者 当时杜润生先生说 小平在世的时候 曾经向他交代过两件事 这个也是8964之前发生的 当时杜润生说 现在有很多提议 很多人提议 就是说能不能恢复农会 因为在过去 所谓民主革命时期 中共曾经领导农会 争取权益 反抗压迫 那现在很多农民觉得 如果要是有农会 为他们进行权益的保护 类似于工人受工会的这种保护 能不能建立农会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能不能把土地真正的赋予私有产权 分给农民 这两个问题 邓小平并没有断然拒绝 而是说你们可以先试点 看几年再说 而且当时邓小平说 看三年再说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在八九六四之前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推行这个试点 就土地私有制的试点 以及农会的试点 八九六四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杜润生先生当时在会上 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 说你们这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要把这些这个邓小平当时的这种说法 要广泛的传播 然后呢 以后再找机会 确实把这个落实下来 这个实际上他是基于 对年轻一代或者几代人 基于了厚望 他希望后面的人能够 把这种想法推进下去 也就是什么时候能实现土地私有化 以及农民成立农会的想法 那么我现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八点内容里边 刚才提到了这个互联网自由 和建立工会的独立工会的必要性 还有呢 提到了对这个国有企业 应该取消补贴和特殊优惠政策 对民营企业 应当给民营企业的财产 与充分的保护 还有对民营企业家个人 给予充分的自由 他的权益应该得到保护 同时呢能够有这个个人行动的自由 和其他方面的自由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 最近这两次谈判里边 无论是这个私下泄露的内容 还是公开场合的报道 都没有再提及这些最重要的方面 也就是结构性改革的 在我看来是一些核心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联系 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的讲话 他多次就是强调了一点 就是说该改的已经改了 或者我们一定会改 但是不该改的 我们不能改 坚决不改 那么不能改的部分是哪一些呢 当然是触及到 他认为是执政 有可能威胁到执政的 这种地位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包括互联网自由 他是绝对不愿意做的 还有呢就是建立独立的工会 也是他绝对不愿意做的 另外呢像这个保护劳工者权益 保护这个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和人身自由 这一点恐怕他也做不到 或者也不敢做 那么对国有企业取消补贴 这个到在商讨之中 所以这次谈判 可能最大的进展和好处 就是中方松口 说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 他们正在考虑如何取消或者减少 那么这一点 那么川普可能会把它夸大其词 说成是最大的一个成果 现在说最近呢 香港苏商桂敏海的女儿 曾经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公布了一个事情 我们感到非常的吃惊 也就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 曾经内典的驻华大使 叫林戴安 邀请他到斯德哥尔伯去赴院 说有两个中国商人会帮助他 解决他父亲的问题 但是他去了以后 实际上就是林戴安和两个中国商人 对他施压 要他不要在公开的场合 讨论他的父亲的事 或者为他父亲存获自由而呼吁 所以他把这个经历写出来了 目前林戴安已经被召回国 实际上已经被撤换了 正在调查他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一事件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事件是我联想到了前不久 加拿大的大使刚刚辞职的这样的 应该说是被撤换了 被撤换的这样一个事件 加拿大驻华大使居然替中国政府说话 替华为辩护 还有做了其他的事情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瑞典驻华大使 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至少是配合了中共官方 对桂敏海的女儿进行威胁利用 这个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些民主国家 派到中国的这些外交使节 都有可能被中国给予各种各样的好处 甚至呢我们知道有一些驻华使节 他们的家人 有的都跟中国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包括刚才提到的加拿大驻华大使 他的太太就是华人 所以呢这个这方面呢 我想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么今后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多 所有这个西方民主国家 驻中国的外交使节 包括其他的驻外人员 那些大公司驻华代表 可能都要提高警惕 因为呢中国政府为了达到一些目标 做成一些事情的话 他们不惜代价 他们会给予各种各样的好处 来这个诱惑这样的一些人 让他们丧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宛恶叹息的 就是说同时呢也是感到非常的 怎么讲震惊吧 我觉得是因为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人都是有弱点的 在西方这些国家的人是由于一个比较好的制度环境 社会环境 从小到大接受了比较好的价值观 但是这些人会不会被这个利诱之后发生惰化呢 当然可以 完全可以 如果他们在中国待几年 觉得中国的这个过着一种上等人的生活 受到特殊的特权待遇 大家想一想 一些西方人在他本国是很平等的 没有什么特权 但是到了中国 经常在很多场合享受了特权 所以有些人很羡慕中国 很羡慕中国的强权政治 包括川普都有羡慕中国 就觉得在中国 这个这些当领导人的权力多大 基本上想干什么就能干成 在美国是处处置走 想干什么事情干不成 所以呢 如果喜欢独裁 喜欢强权的人都会羡慕中国 那那些人呢 有些人比较有着强烈的贪欲的人 到中国更加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想人性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出身和长大的 这个人性是有相通的方面 如果讲有些人还能够守得住 自己的底线 那就说明了 他对他的价值的认同更加强烈 那有些人意志薄弱 很容易受到利益的诱惑而堕化 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例证 已经非常明显 这也是跟我前面讲的 就是最近这些年 在西方世界 白左或者讲 他们受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 让这个国家的价值 不能够坚守底线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如果21世纪再度 人类社会再度被拖进深渊 21世纪再对让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这些死灰复燃 来危害这个世界 那太遗憾了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清楚的迹象 如果真的是有那个非常确定的趋势 整个21世纪 人类社会再度的被深陷到 这样的一种深渊之中的话 那我到时候可能真的要绝望的自伤 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 就是我觉得 当然我现在是乐观的 我相信很多人会认识到 这样的一个危害 大家正在朝这个方向 就是说怎么来抵制他 怎么来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相信这个正义能够战胜邪恶 我相信这个白左思潮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抵住 但是现在的确是要严正以待 不得不防 现在是最近流传出 维吾尔一个著名的歌唱家 他的一个叫黑伊特 说他已经在中国再教育集中营死亡 土耳其政府非常愤怒 外交部发表了措施非常严厉的声明 称21世纪在中国出现集中营 是人类的耻辱 中国官方就很快就播放了 黑伊特的一个认罪视频 昨天我又看到报纸上有个新闻媒体登出来了 是个印度媒体登出来 就是在西藏已经也发现了 正在修建大规模的集中营 对这个事件您的评价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现在数以百万计的 这个维吾尔族人被强行的集中营去生活 虽然中共官方在掩饰说 这个是一种学习集中学习 但是学习应该是自愿的 怎么能强迫人家这个脱家带口 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学习呢 而且学习呢 也应该是按照正常的规律 人家不要集中在一起来学习 人家是分散的正常的生活 范畴里边去学习 而且不是光学你这一样的东西 对吧 那这种做法呢 就是像过去什么五七干校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种 对这些知识分子啊 所谓反革命进行这个集中改造的 那样的一个做法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反人道的 非人性的做法 是反文明反进步的 所以呢 不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掩饰 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迫害 维吾尔族人的这样的一个实质 所以呢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相信全世界有文明底线的国家 都应该鄙视 都应该声讨这样的一个做法 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人们的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 不是你可以通过威胁利诱来加以改变 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族裔里边 也都还有一些跟中共合作的 被称为那个民族的叛徒的一些人 无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藏族人 还是蒙古族人 所以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利益代言人 这个利益代言人并不是由他们那些老百姓选出来的 而是中共官方指定的 说你是哪个方面的代表 你就是 所以呢 你看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中共指定的 那个少数民族的官方代言人 但实际上呢 这个民族的很多的老百姓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并不从心里边认同 是他们真正的利益代言人 因为他们替中共官方说话 他们满足了自己家族和少数人的利益 却出卖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呢 这个你看到西方媒体如果去采访的话 他们也有一些维吾尔族人 在替中共的这些做法辩护 说一些假话 这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人在替那些迫害行为辩护一样 那么这些人呢 将来总有一天要受到审判 受到清算 他们良心也应该是有 如果还有良心的话 应该有愧疚的那一天 刚才讲到说 强迫这位这个作曲家 音乐家认错的问题 那么这种强迫认错 是中共近年来的一种习惯的做法 不管哪个民族的人 现在中共只要需要 都可以让他在电视上 向全国人民去认错 这个我想呢 有一天 有朝一日啊 这个中共专制统治被推翻的时候 习近平如果还活着的话 应该让习近平在全国的电视台上 向全国的民众认罪 这个认罪呢 不应该强迫 我觉得到时候应该是 真正的是让他 本着自己的心愿来说话 哪怕他完全不认罪 哪怕他完全为自己辩护 说自己一点都没错 我们应该允许他表演 到那一天 当中共同日专制政权 已经结束的时候 无论他怎么样 这个无耻的 无底线的为自己辩护 那只能成为一个笑话 也不能够再产生更大的危害 所以呢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 我觉得这个当年1981年 对所谓林彪 四人帮集团进行审判的时候 公审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虚弱的表现 就是中共要控制那个审判的过程 当江青要说话的时候 不让江青说话 这个说了几句就把他硬拖下去了 还有呢张春桥 就拒绝说话 据说张春桥一开始要说的时候呢 是不让他说 所以很多种这种限制条件 包括统治能力认识水平 各方面开放度都非常有限 如果放到限制民主法之后的中国 我觉得再凶恶 再最大恶极的敌人 也应该让他在法庭上 允许他说话 让他随便说 让他尽情的表演 而且那些东西资料 应该作为纪录片留存下来 广大的民众去欣赏 去做研究 所以这点呢 应该给予每个人充分的自由 我想这些 所有的这些诅咒为虐者 或者是最大 深重的这些人 将来有一天 在民主制度下 要给他们一个充分表达的机会 哪怕他们胡说八道 就要把他们胡说八道 没有人的底线的这些表演 全部录制下来 给后人作为一个参考 我觉得您的愿望 应该可以看得见 因为这些独裁者 包括已经去世的 像毛泽东等等 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我这里向您提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 有关中共党内自由派 代表人物李锐先生 这个不幸去世了 享年101岁 对于李锐先生的去世 您有什么评价没有 我知道最近这些年 国内很多的知识分子圈里边 经常会流传有关李锐的言论 包括很多人去看望他 有照片 有的时候有视频 在李锐身体还比较好的时候 大家聚餐的时候 都能看到李锐参与这样的一些聚会 所以大家在说 中国共产党党内 有一些所谓两头针的老人 两头针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他们的梦想是追求民主自由的 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所以他们投奔革命 投奔延安 他们以为这个共产党推翻了 国民党统治以后 也能像这个西方民主国家一样 当然也有些人呢 不是要实现西方的民主 他们向往的是苏联的 社会主义的模式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以为 最先进的是社会主义社会 而不是西方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到了老了以后 才发现自己呢 这么多年 有很多的这个梦想破灭了 然后呢 实际上是上当受骗 共产党搞的是一套专制 甚至是灭绝人性的 这样一个做法 当然是不得人性 他们深受其害 所以这些人到晚年都有反思 但是呢 他们又有一个新的梦想 希望呢 能够在党内 做出一些努力 来改变一些人们的想法 然后使得中国能够走上一条正轨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有了新的希望 觉得按照这个改革的方向 先搞经济体制改革 然后再搞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逐步也能走向进步的文明的道路 但是他们这个想法往往又要落空 但是由于他们的知识视野 他们的信息渠道 还有他们过去很多的因素所制约 所以他们有些人呢 特别是在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使得中共各方面严密的监控 他们也不敢 或者不愿意 发出更加彻底的这种言论 或者是提出更加坚决的目标 给人感觉呢 总是有点摇摆 总是对统治者 寄予一定的希望 总是希望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 所以呢 我一方面同情和尊重这批老人 但是呢 我对他们的一些言论啊 或者一些思想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认同 只是认同一部分 我首先觉得他们有进步的成分 但如果他们还在指望 说中共自身就能克服困难 达到一个好的目标 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白日做梦 所以呢 我对他们是既有赞赏 也有批评 可以说赞赏的部分多一些 批评的部分少一些 那么这两头真的老人 在过去还有李慎之 到今天还有像 资中云这样的人 跟资中云很熟悉 我认识他快二十年时间了 他以前的思想 其实跟李慎之 他们的思想很接近 只是最近几年 批评的力度略有增大 包括他的先生 陈乐明 在世的时候 他们都还是希望 中共体制内 能够做出一些改革和进步 那时候对很多西方的东西 他们还是持批判的态度 尤其他们是 本身就是研究 欧洲和美国的 所以他们当时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批判的态度 中共也不放心 让他们担任重要的职务 参加重要的会议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国内还有一批 这样的所谓两头针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的年龄 越来年龄段越往下 如果是前面的这个百岁老人 九十岁的老人 或者八十多岁老人 我们还可以原谅 还情有可原 如果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 还在跟两头针的老人 这想法一致的话 那我可以说 这六十岁以下的人 你们太落后了 你们的思想已经不配 这个 因为什么呢 你比人家年轻几十岁 你还跟人家有相同的思维 你不感到惭愧吗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自信 认为我这些年一直有机会 现在是在国外生活 以前没有到国外生活的时候 也是经常有机会出国访问考察 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 而且信息方面一直是保持 在国际互联网上获取最新的信息 所以我们这样还有一批人呢 是相对头脑清醒的人 那么这些人在国内的话 还应该继续的发挥作用 那么这些人呢 会影响到一些人 当然要跟两头针的老人有交往 要鼓励和推动党内体制内的一些人 产生思想的变化 包括那些所谓红二代红三代 如果要是能对他们施加影响 还是要不要放弃努力 还要继续跟他们的进行互动和合作 但是呢不能指望他们 你要指望他们的话 自己都会被带到泥沟里面 带到陷阱里面 观众朋友们 夏教授认为 川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目的 是为了动用资金 保障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 非法移民问题 一直是美国政府头痛的难题 两党纷争不淡 也加重了行政和国会之间的矛盾 川普未来的政治前景如何 我们尚不得知 但我们相信通过增加经费 遏制非法移民的进入 得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 无疑是有利的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宜良教授 木坡二 大纹 闹 三 大纹 大纹